看一下,我先換你 阿漢哥還在家 S15-17就是國中基礎啊 這是唯一在搶掉的族行嘛 族行考法啊 這個應該 應該要會的 就叫做EST 天號 好 那這個五行呢叫做AXT 然後畫起來長這個樣子 大約是長這樣 對不對,然後他有一些編號 他說這裡叫做A 這裡是原點 這裡叫A B C C D E F 然後我們說呢 請問如果呢 你從這個圖上面呢 你要我們去知道說 哪一段表示 物體的速度為正 而加速度為負 你把這些計畫學起來 速度為正 加速度為負 好,那你要從這個圖上面來判斷的話 當然首先你要知道這是什麼 什麼叫AXT 可以用中文幫我翻譯一下嗎 B AXT 蛤 中文叫做什麼 位移生死 我這不叫位移生死 我這不叫位移生死 這個叫距離 OK 我們在某個時間點 對應到的位置 坐標的在X1 你要知道這跟位置跟時間的關係 好 那麼 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速度跟加速度的關係 來 你看 我請問 如果這是一個XT 我怎麼知道他在我一點的速度的快 要怎麼做判斷 剛請出一條什麼線 比如說我要知道 A點跟B點的速度哪一點比較快 我會出一條什麼線 我怎麼去過 我們要出條切線 好,什麼叫切線 A點在這邊 我出條切線 好,這是A點的切線 B點的切線在這裡 好 這叫 切線ALA 切線BLB 好,那我問你 做切線之後幹嘛 我怎麼 做切線之後就可以判斷誰壞誰慢 是不是 那怎麼判斷 我們那時候說 越猛的人 他的速度的量子就越 越快 能不能欺負這個概念 有沒有 那你不會 忘記不熟悉 會不會 會 把我教你怎麼記好嗎 全方多680 有吧 你有同學嗎 有嗎 那劉華 你有分那種 很懂的跟不太懂的 對不對 那種很懂的滑下來 會特別的怎麼樣 刺激 爽 爽 爽,為什麼爽 請說 因為滑起來特別的怎麼樣 好快嗎 劇情特別熱 是啊 所以呢 一樣的 我這邊比較 好不好 好,我必須說 這是一個 輔助你的記憶的一個想法 好,那真實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都可以透過數學的斜率 好,再搭配速度的定義呢 來做一個結合 斜率能夠選過 數學能夠選過斜率的 有吧 有嗎 應該有學過比較斜率吧 你有學過直接方程式應該就選過斜率 好,所以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這邊是比較快 這邊比較陡嗎 比較陡 這邊很平緩,這邊肯定比較怎麼樣 這個肯定一定比較慢 對不對 好 那 如果是有快變到慢的話 再告訴我什麼意思 我的速度越來越慢 我的速度越來越慢 肯定有人在幹嘛 有人在吃個火候 這個人就是誰 這個人就是家屬 總之 無限 你 沒力 我 不是 感谢观看 我们的A点到B点有没有符合我们这两个条件 好很明显的我知道由快到慢加速度肯定共同反向 这个成立没有成立没有成立了 好那再来我的速度是正方向 什么叫速度是正方向 代表是你一直的在干嘛 你的速度正方向代表你一直能往你的远点的远方走 越走越远的意思啊 你越走越远的话那你才是往正方向再走 听懂意思吗 好那你现在看一下我从A点到B点对我只能在X的而言 我是从远点出发然后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请问你这样是不是往正方向再走 听得懂吗 其实都是国中的技术吧 OK 所以你很明显的知道我们的A点到B点这个部分呢 我的这个A克四轴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不断的往正方向再走 所以呢 A点到B点呢 的确不合 然后我们都知道 速度跟加速度反向 那我速度是正方向 但是加速度就是反方向可分 所以AB就是我们要 AB就是我们要 好不好 那老师再多讲一点 朱老师那我们把其他的协议判断一下 好啊 看C点的怎么做 一样这样 画下来 然后B点是这样 B点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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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自己都把它画一下 自己都把它画一下 然后这个老师 这些说同学应该会不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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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老师 老师 老师 老师我C点到B点 很懂 很懂 变得很平 我这边也是由快 而变慢啊 那为什么这个不能选 谁可以跟我说为什么这个不能选 脱格先了解一下情况 33号是哪位同学啊 来 请问你为什么这个不能选 蛤 没关系你要call out吗 好 你可以call out老师 你知道说对不起老师我不会 这样就可以call out老师 对吧 蛤 你不会好 老师就你 想说谢谢老师啊 好 好 什么过分 讲过分 在哪里过分 你的东西就不见了 这是礼貌啊 我们在帮你 你要感谢人家 对啊 来 请看 嗯 你的确 我告诉你 你如果是以快慢程度而言 你的确是由快到慢 可是此时这一段的速度方向 请问你他是往正方向在走 还是往负方向在前进 他整个是这样子往下在在趋近的啊 所以他的这个座标 他是远方的 那干嘛 往远点靠近 所以这个是负方向 此时的b呢 哦 是负方向叫做小屏哦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题目的设定 违反 因为我们题目设定速度要正的才可以 了解吗 所以我知道有些同学呢 如果说 你 有一点点读过书 你应该会有这样子的疑惑 我相信我们应该会有这样子的疑惑 因为c点到d点呢 我的速度的确是越来越满 我这个时候的速度跟加速度呢 方向的确还是是相反 只是呢 这个说的 我说这个bc 此时的bc是小而已 而a c是大一点 它两个方向是相反 好不好 这个概念 了解一下 有没有问题 应该可以 好不好 好 好 那哪一值 快点 什么 b到c b到c 来 注意 你看b到c 是不是游慢变快 游慢变快 游慢变快这个时候速度跟加速度一定是同向开玩家 同向代表它在干嘛 帮它越来越快 所以有否和我们提供要的一个限索吗 你懂吗 我这边都写好了 你游慢而变快 你为什么会变快 你为什么会变快 代表加速度在帮你还是摄你后腿 在帮你代表你的速度跟加速度 你怎么样 一定同向 只是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的方向都是往正方向 是往右方向 都是往复方向 都是往复方向 这样了解不了解 想清楚 我跟妳讲 这个康复同的人 我的 国中部的运动学的影片 自己去看 这都是国中部的技術 可以吗 好不好 好 第八十七 好 有或是公有 来看第八题 第八题 不是化学都学过的吗 有没有学过 化学 有没有一家 一家有 化学师有学过 化学小老师是学 好 好 第八题 刚刚就来学一下 大家注意看 这就是一个AMU的定义 它什么定义 它说 就知道它的定义吗 它说一个AMU 不得说 一个AMU 就等于 一个 和十二原子质量 等十二分之一 是不是 它是这么说的 它说的是 一个 和十二分之一 等十二分之一 它不是都把定义中文写的清清楚楚给你的吗 那你现在要看一个东西呢 把数字带进去 好 那我请问你 一个碳十二的质量是多少 一个碳十二的质量是多少 你不知道 但是你至少知道什么 请问你 一末的碳十二分之一 一末的碳有几公克啊 一末的碳是不是有十二公克 这十二公克是由 几个碳十二所累积出来的 六乘以十二三四方嘛 那我连 现在如果只想要知道 一个碳十二多重的话 我是把这个 除以谁就好了 除以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方 一个AMU就好了 那所以这一个 这个 是不是就是一个碳十二的质量啊 是不是就表示出来了 然后再乘以什么 我说我还要再乘一个十二分之一样 这样就写完了 然后呢我要换公斤 一公克的一个几公斤 一公克的一个 十二七三四方公斤啊 我这样才能换公斤啊 对不对 就是换公斤嘛 所以这样子写完之后 得到的结果就是 一点六 七乘以十的 二十七四方 可以 好不好 好不好 这样子 就是这个 方便肯定交付 好不好 好 没关系 那你不熟的人呢 你赶快再练习一次 那哪里 啊 哦 十一题嘛 好 十一题 看 十一题是一个单位 练习嘛 哦 这题呢可能要小心 这题呢 就转一个Y 他说呢 他有引力长这样子 G什么 F1F 除以R平方 然后我们说我们这个G的这个单位是多少 那我们通常会想做 我们是不是会先怎么样 把G呢 单图的放在等号的一边 他可以得到什么呢 他可以变成 F5 乘以R平方 再处于什么 F1跟F 是不是这样子 哦 不是 来我们先偷偷看一下 那不是 B是流动吗 然后R是距离叫公尺平方嘛 然后质量叫公尺平方嘛 然后质量叫公尺平方 然后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答案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你要小心吗 我们还要再 多过一关吗 才能够得到我们要的保障 好 因为 你找到答案的话 你就要继续在你中央 F5 可不可以改床一下 F5可以什么 F5可以什么 MA嘛 F5可以MA啊 你会发现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单位写出来了 来 我们用绿色代表单位好不好 所以G的单位呢 会等于什么 来我们慢慢写 哎 这个NAP是质量 是不是要KG 哎 那加速度是什么 加速度的单位是什么 啊 上面要摆一个公尺 下面摆什么 秒比方吧 然后右边是有一个 公尺平方 再出于什么 下面两次是质量相乘 所以下面是不是KG的平方 对不对 结束了没有 结束了 这边一个KG 这边两个月掉一个 这边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 一个M 乘两个M 叫做M三方 然后出于什么 KG 乘一秒 就这样 好吗 其实不拿 只是要细心 OK You can do it 哪里 十六 你看看 好 有问有答 十六 十七二十 好 没问题 你的要求我们的力 尽力完成 Fenix 对不对 来 十 六 来 十六题要小心啊 十六题也是很基本的题 好不好 基本是FPM的 我画个圆 好 画圆 好 你还可以吗 好啦 可以试试 来 这样子 然后是半斤的吧 半斤的 然后是怎样 周期是四秒 来 什么叫周期四秒 啊 小周 啊 什么叫周期 啊 周期的念是什么 你不要原意 你不肯走 我就 就 就 不用回答 你 你 你知道老师 去救我 你知道老师去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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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蛤 四 没有 我可以讲 你不要 你要记 最基础的定义 我说过 周期就是什么呢 我完成一件事情 需要的时间 你找到这样的观点 你什么都可以回答 那 我跑超场 怎么叫做完成 完成一次跑超场 不是跑一圈吗 所以呢 这个周期等于四秒 我跑一圈要四秒的意思啊 这个你要能够夺取到这个线 然后现在说什么呢 我跑半圈 我跑半圈 如果说这里开始跑 那你开半圈 这里吗 然后我们说呢 AB的什么 平均速度啊 那平均速度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点个人来回答吗 平均速度 半句节 都不赢 平均速度的定义 谢谢 啊 单位时间的 单位时间的什么 卫宁 卫宁齁 好很好 来 那我们现在已经设定了 我不要跑半圈 那我半圈的卫宁是什么呢 卫宁就是在起点 看终点 这一顿直线句 怎么还叫做二加了 多少 是啊 而且所进度的时间呢 你跑一圈叫四秒 跑半圈叫四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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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哦 这是十 每看到半圈 每看到半圈 它就只能怪你的眼睛 眼睛 看哪一点 十七嘛 来十七看一下 十七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不是就很基本的说 你会反对一个概念吗 你知道吗 你就这样想啊 我收到的作用力都不一样 那根据M的MA 质量比较小的人 他得到的加速就比较大 就这样而已啊 就是这样 就好像呢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 好 我跟这个钱相撞 你看 是我配比较美的 他配比较美的 我自己比较远 他嘛 他说他加速的比较大 为什么 只要太大 只要太小 就这样子 就这样 可以 可以吗 他要哪一题 快点 十二 十二 你看看 十二 十二 他这不就很基本的 很难 哪里讲的 这种题目我们算很多很多遍 好 你是不是觉得有问题 有问题 好啦 有问有答 你看 他说一个水分值的程度在0.1耐比 然后呢 一个一个串在一起 让他绕地球一周 好 那需要多少个水分值 那很简单 所以绕地球 你就想 绕地球一周的长度总共多长 然后需要几个水分值来接 他不是这样子而已吗 所以概念是什么 概念 概念不就是 我们的 地球的长度 地球绕 绕一圈的长度吗 开大神 喂 地球绕一圈的长度 会是有几个水分值的长度 所组成的 谢谢你们喜欢 没有了 没有了 关键就这样子啊 不是吗 不然就是这样子啊 你有 读书有的会观众就会发现 啊老师也好简单 没了 可以是不是这样子 这下就干嘛 带数字而已啊 地球的 一圈的长度 他不就二拍了吗 对不对 那他半截都给你的啊 那你至少二拍 六四 零零公里嘛 那是用公里吗 那公里我们就先换什么 换公尺啊 所以在这里十来三四方嘛 这样叫公尺啊 那会等于多少有水分值呢 那水分值它不是一个是0.1奈尼吗 那0.1奈尼 那一个奈尼是几公尺 十几公尺 十几公尺 一个奈尼是十的不久 是十的不久 是十的不久吗 而且是十的不久 谢谢你结束了 我剩下的几公尺是很饱 只这样可以吗 啊 啊 我去写二拍了是不是 不是我二拍我写四 哈哈 没救 那他不是说怪我咯 啊来给 老师你这是八十二 蛤 原来几拍了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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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来来 好 好 好 我直接 限量出场 你看二十啊 就是你 你没有 嗯 上我看 我说的那个考前一看影片 都讲过了啊 他这都有 这不是双分的吗 这国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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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肯定有啊 哦 我只跟你说 不管是挂在墙上 还是天花板 还是两边都挂东西的 他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哦 我把你解释一下 我再挂了 我直接用讲 那第一个 你右边用十公斤重的力量来拉 为什么他好像没有动 因为墙壁也用十公斤的力量在拉 你知道吗 对不对 然后中间呢 为什么呢 我下面画十公斤 呃十公克重的 这个重物呢 为什么滑马没有动 因为天花板也给他一个向上十公斤的力量在成功 所以呢 你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A B C 三个组 都是一组 各十公克重 那我试试 当然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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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都一样 这一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概念题 哦 可以吗 好不好想一下 哦 如果还是不懂的话呢 自己上去看 考前呢 必看重点 你们就会解释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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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有问题是什么 这又是讲义上一模一样的题目吗 哼哼 哼哼 你花的时间最长 那当然是B C D啊 因为我左半部都是怎样 都是快 左半部是主要 就是往快的这个地方啊 一半部都是往慢的啊 你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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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还叫客户乐三大师 金运动定律吗 在想什么 当然这个规律都要离职啊 你只要是行星之间的运行 你只要是做火源轨道 不是金运动 哦 他的定律都是一样的 哦 新的点一定比较快 原的点一定比较慢 这样子 哦 BCD是最慢 可以吗 还有难题 快问 蛤 22 好 22看一下 22也是稀稀一点 22也很简单 他是一个物体 两公斤 摆在地面上 然后我现在用几公斤 几牛顿力要来啦 然后他说怎么样的运动呢 等速圈起来 等速两个字 一出现马上连结到的是什么啊 合力 不受力或者 合力的合力 他现在有可能不受力吗 他摆了 我给他给你的啊 所以他一定不是不受力 而是什么 合力 合力 最基础的就是什么 向右等向左 你的上下 向上等向下 对不对 那现在有一个向右的力量 可见的一定有一个向左 哪里的力量 一定有一个 一定存在一个向左的力量 只是在哪里 把它找出来 对不对 你觉得会在哪里 肯定是因为地面有什么 摩擦力 摩擦力 摩擦力在哪里 在这里的啊 而且这个摩擦力的大小一定是多少 8 好 再判断一下 请问你这个摩擦力 是近的还是动的啊 近才动 动啊 为什么 他都说他在等速了嘛 他整个都动起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滑动的啊 谢谢你 这个叫什么 这种摩擦 OK 只是他现在说 如果呢 我现在这个麦克顿 瞬间变成29吨的话 那我这个物体的加速度 会变成多少呢 那怎么算 那不就F等于MA吗 大的间小的嘛 所谓的SIGMA F等于MA SIGMA学过了嘛 就是我这个物体所收到的所有的力量 我都把它加起来 会得到我的一个MA的加速度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通常计算的习惯 就是用大的力减小的力 避免符号产生 OK 所以我们会用什么呢 20减8 它作用在两公斤的人上面 让它产生一个加速度 谢谢你 转换 结束下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快点 有有有转啊 那喜欢我不用写的 快问啊 24 好 这一题呢 来小心哦 这一题也叫X2 你把左上角距离写的X4 用下来直接写的T 好 请问你看着这个图 你要先能够判断注意 你要再看VT图 XT图 AD 你得先确定 它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 请问你一条封过 圆点的斜直线 就在XT图上 它做的运动 一定叫做 速度 速度 直线 运动 是吧 这是你要先判断的 所以 哪一个学校肯定 根本不考虑 B跟速度的连判断 肯定做 对不对 好 因为它根本没有在做 根本没有加速度 好 那再看A 6秒内前进4公尺 是吗 3公尺 3公尺而已哦 你要看6秒 时间看到6 然后再往上看 跟图形交位 都在往左边看 它对应到的是3 它是前进的3公尺 好 6秒末的速度是多少 那由于 它本身就在这个等速度 直线往返运动了 所以它问你6秒末也好 第5秒末 第3秒末 第2秒 有没有差别 根本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只要算什么 全程的平均速度就可以了 所以怎么算 位移叫做3 时间再做6 算出来 就是5 这些 那最后一个呢 第2秒到第6秒 前进3公尺 有吗 前进平均速度 应该是前进2公尺而已哦 好不好 OK 还有没有要问 快点 多选都会 25 25跟奖一 我们一样 而且你都没有练奖一 有不一 哪有奖一 老师 那奖一 奖一 肯定有这一体的定义 不一样 那影片里有有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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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待一下 好 先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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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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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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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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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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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一下 這題的概念就是要做歷學的分析 這題給我講一下 大家忍耐一下 在這地方寫 這題寫錯舉手 我相信這題應該很多人寫錯 多這麼少嗎 多一個選擇就算錯 你有些人不好還是不敢舉手 好 先解釋 來 關於這題給我看一下 37 好 它就有一個物體像AB 然後呢 一個水平地是兩個地體移動 當這個水平地呢 再往右邊推A的時候 D站在這邊 兩物之間的作用力為八牛核 兩物之間的作用力為八牛核 這地方的作用力呢 我說這是第一次的 再說八牛核 好 我這樣寫一個十 然後呢萬一 萬一我現在把這個水平地呢 放在這裡 則此時的 兩物的作用力變十二牛核 變十二牛核 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折到我們一些有的沒有的 好 首先第一個問題 是在 根據F等可以告訴我們 沒有推他的太牛核 對不對 那 由於 我的這個力量 是同步作用在MA跟MD上面 會讓他得到一個加速 而且 我 我 我的加速度 是不是都是一樣快的 對不對 念頭意思嗎 因為我的質量就是作用 作用在相同的質量上面 所以我的加速度是固定 不管是往左 還是往左 對 這一集你好好聽喔 這一集聽懂的話 你光力會大增 好不好 如果你要把我比笑 專心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再來看 來 小心喔 我們要噴尺看 我們先看 當力量在左邊的時候 當力量在左邊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讓他得到一個加速 A A 是這麼小在這裡 可是呢 對 B 物體而言 請問你喔 對 B 物體而言 是哪個低量讓他得到這個加速度A 是這個 F 嗎 是這個 F 嗎 是不是 不是啊 就是 F 有沒有接觸到 B 我說要有接觸到 B 我說要有接觸到的話 一定要直接接觸到這邊 對不對 所以讓 B 有這個加速度的往上 不是有這一個 可以嗎 所以呢 F1 在 B 上面 讓他得到一個加速度A 所以呢 發現 從來 我們的加速度可以表示 這個 F1 F 也就是 F1 8 A 這樣可以嗎 這是第一個 再來 看 A 當 注意聽 當 我們的 F 是 往左推的時候 就是這個 我們跑一起吃 我的 F 往左推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的加速度 是跑到這邊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呢 大小 大小是不變的 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好 再問一個 此時 此時 對 A 而言 這個時候 一定要跑到這邊去喔 此時 對 A 而言 是哪個力量 讓他得到一個加速度降低 是這個 F 嗎 是這個 F 嗎 你要看是真正有作用在他上面的人 是誰 是不是 那是 F 度 對不對 最會發現的是 F 度 作用在 MA 上面 讓他得到一個加速度 A 所以你可以把加速度 F 度表是甚麼 F 度 數平 F A 好 F 度數少 12 好 所以 就可以 就可以 這個視線 這兩個要不要想等 這兩個要不要想等 因為 我們都是同樣的加速度嗎 那你可以把它加速度這樣子 我會不會把黑黑跟黑黑黑的傳出來 對不對 可以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張三個 我看一下喔 幫我把它講 好 這會得到一個關係 我把它寫A 我的A是可以寫這樣 也可以寫什麼 MB 分之8 以及呢 MA 分之12 然後透過這兩個關係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 實樣的比給算出來 我看一下 我看這裡的話 這邊約2 這邊約3 所以呢 很明顯的 MA比MB應該是多少 3比2 這個問題 這個應該是等數值喔 好 寫慢一點 交叉相成 2MA 是不是等於3MB 所以 MA 比上 MB UP 就是3比2嗎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C錯 珠對 C錯珠對 然後E一定錯嘛 因為兩個加速都是一樣的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A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我們一樣看A 我們一樣看A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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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一開始這個地方 有個力量 小心喔 這一點比較複雜一點 我一開始這個力量 F呢在那邊的時候 對A而言 對A而言 它受到幾個力量 它受到一個F相有 以及呢 一個 等一下喔 這個先插掉 怕你們會什麼 因為我現在呢 只考慮這個情況 當我們的力量在左邊的時候呢 它們之間的這個中力 是不是巴能頓 對不對 那B 受到巴能頓的一個中力 A其實也會受到一個 這個 8 就能做的 對不對 聽懂意思嗎 OK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對A而言呢 它的F等MAP 可以怎麼寫 它受到力量呢 應該是多少 F 減掉 8 會讓呢 質量 A的人呢 產生一個加速 可是加速力 我要帶多少 有三個可以帶 可是要聰明一點 要帶什麼 你知道 戴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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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戴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把指甲乾 就是把指甲消掉 你把指甲消掉 你把你的眼睛告訴 該不會做這個 這一個 很大 很大 不是 這樣 這一題呢 應該是這樣考慮最難的一題 對 我都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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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不錯啊 如果大家實質的 是算幾百三個 的話 那你 其他點不行 那你也蠻特殊的齁 好不好 沒關係啊 老師就盡量講 那如果你還生問題的話呢 幫你下個來找老師 好不好 好 讓我們下個開始就要上新的進度 拜託你 我會 放一些上個級的影片 你趕快先去看 好不好 OK 盡量 內心不錯 盡量 一包 好 我一公寫大一點 我一公寫大一點 好 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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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一趟熱情 好不好 謝謝 謝謝